家里不用的废弃锅盖 瓦斯鲁鲁台 除了丢弃还能做什么呢 其实可以变成另类商机 注意到在台北市有一位灯具师傅杨坤金 他每个礼拜都会到回收厂搜集废弃五金 号称什么都能够做成灯具 这样原本论经脉的废弃五金 经过他的巧手就变成了一盏复古灯具 身价翻涨到8000元起跳 这点小天王周杰伦也曾经慕名而来 这是厨房里常看到的锅盖 但你不用它的时候 居然就变成了一盏灯 这个是摄影吃饭的家伙脚架 但你没想到它居然可以成为一盏灯的指甲哦 靠这个复古风的立灯 其实它是家里的连蓬头啦 想要着白色光芒的台灯是老式水晶花盆倒置而成 充满古典风情的桌灯透出酒红色的微光浪漫 身体其实是烙单的红酒瓶 还有奖杯老旧的小喇叭 甚至是做实验用的显微镜也能变成阅毒两半 因为像这个是瓦子的那个喷不过的 颅芯 对 然后这个东西我可能就是说会做一些当底作用 哦 比如说像它这样当底作 而且它这个材质又很稳 对 就是要有一点重量有一点质感 对于灯俊师傅杨昆金来说 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灯的 做蛋糕用的模子杨昆金随手拿了只骨架 搭上了废弃的奖杯底作 原本平凡无奇的蛋糕模型 居然就变成了复古又时尚的桌灯 在杨昆金的住家兼工作室里 这数百个造型奇特 或是绚烂美丽的吊灯 立灯 每一个都是杨昆金自己一手组装出来的 他固定每个礼拜都去废物金回收场寻宝 搜集一些废弃的灯罩 以及所有可以做成灯的材料 杨昆金笑说 这是让他的手作灯具降低成本的文艺方法 原来它是灯 然后人家是回去 那我可能拆一些小铃剑 那因为这样的东西 我回来去做这些东西 去做放这些东西 我的成本才会降低 于是工作室里堆成小扇的各式材料 就成了杨昆金的神奇百宝箱 这个就锅盖 不论是厨房用品锅盖 或是消防用的老式喷水头 甚至是坏掉的乐器小喇叭 别人不要的破铜烂铁 在杨昆金眼里可都是宝 厉害的是 他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 在回收场寻宝 也从不画草图 设计图就在自己的脑袋瓜里 原本趁金论两脉的五金废弃物 经过它的重新改造 一座复古台灯 最起码八千块钱起跳 到上万元不等 身价翻涨五倍以上 杨昆金说 其实做一盏灯 通常只要两三个小时 但最花时间的 其实是在寻找灵感和灯具配件 看似随性搭配的复古灯具 其实是种另类商机 因为眼前所及的这十几盏立灯 虽然没贴上标价 却通通早被客人订走 据说连小天王周杰伦 也曾经上门寻宝 这个昨天人家又订一张 一模一样 对 它已经卖掉 然后又昨天客人 又喜欢订一张 六十岁的杨昆金 平时最喜欢扎个小马尾 看起来很有个性 他的作品也跟他的外形一样 每一件都有独特风格 但让人意外的是 他非科班出身 也从没学过美工 以前在卖古董家具时 就很喜欢改装东西 像这一种的东西就会了 它弯来弯去的 它不像这样子的 对不对 它弯来弯去 你事先没有考虑到好 先怎么穿怎么走 你弯好了你就待在那边 这个是帮人家做 它可以当八台灯 三个吊起来 连九瓶也可以做成灯 更别说这个奖杯底座 搭上同志的消防喷水头 穿过电线在缠上胶布后 杨昆金先是摆上 白色透明的球状灯罩 看起来就有60年代的摩登复古 换上橘红色灯泡和灰色杯状灯罩后 投射出的光线立刻又充满极简的时尚感 我认为是没什么会去用 用创意打造另类商机 杨昆金用别具风格的吊灯 座灯和台灯 点亮十二平大的创作空间 更让不起眼的废弃五金零件 有了全新生命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